我想首先第一个拜登并不急 为什么因为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原则 美国已经重申过非常多字 基本上就是三个原则 合作竞争跟对抗 对美国来讲现在拜登的主轴是在于竞争 而现在跟中共的这些接触的目的 是要为了建立起护栏 不要让竞争过头 让原本属于竞争领域的事情变成对抗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 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清楚 该合作的时候合作 该竞争的时候竞争 该对抗的时候就对抗 可是我们都知道 作为当事国的美国来讲的话 对于如何建立起护栏 它是有它的一个思考 那对于为什么要派出这么多的官员 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其实一方面当然是说明美国的政策立场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让美国的盟友放心 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像在广岛刚举行过后的G7峰会 我们看到美国对于合作竞争跟对抗 的这样的一个思考 为了让欧洲的国家里面 他们能够放心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一方说出了不脱钩的这样的一个思考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美国最重要的是 要让盟友知道 美国的作为是去风险化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像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或者是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以及伯恩斯的多次表态 都是希望强调中美要沟通 所以我们知道对于沟通的解读里面 其实我们用今天的台湾例子来讲 今天美国在台协会主席Rosenberger 他今天的表示 国务院亚太助亲康达访问中国 一个来到台湾 一个到了中国 这个是为了平衡的一个思考 也就是说美国希望以负责任的态度 来管理跟中国的竞争关系 美方将持续跟北京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好让美中的竞争 不至于上演到冲突的一个部分 不过我想任何的这种竞争 要升高到冲突 甚至于讨论到国际的议题上面 这个都需要美中之间共同的努力 这个绝对不是单一国家的一个作为 这就是这种趣意的 thế Percele